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看到了一些目录的一些基本操作的信息 对不对 目录最主要的操作就是便利统计大小复制 对不对 还有什么创建和删除 是不是这一操作 这节课我们主要看一下便利目录 对吧 便利目录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咱先说一下 什么方法呢 就是借助于文件处理函数 也就是这个函数里面有一个叫做GLOB 这个函数 看到了吗 寻找于匹配 怎么的 对 寻找于模式匹配的文件路径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函数 也就是用的机率非常的多 那怎么的匹配方 比如说 我们先找一个什么 找一个目录过来 对不对 我们随便找一个目录 比如说咱找便利哪个目录呢 嗯 这样吧 咱便利P2P买的命这个目录 是吧 找一个大一点的 这样的话咱们能看着信过 嗯 然后这个文件名呢 比较长 咱们稍稍给短一些好吧 嗯 看这文件个数比较多对不对 对 咱就叫把后面的版本去掉 咱们就叫做P2P买开的命 行吧 嗯 放到这个当前目录下 这样咱就用绝对路径可以找到了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函数比较有意思在哪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文件 如果传哪个目录的话 他就直接把这个目录下所有文件 放到一个数读里边去 而且可以按模式匹配 对吧 比如说我们直接打印一下 打印什么呢 G ROB 这个函数 你看 什么呢 我这里边可以找到什么 当前目录下的P2P买 I的命下边的 所有的 星点 P2P 我不知道这个目录下有没有这个文件 P2P文件 我们打开看一下 有没有P2P文件 有吧 星就是一个模式匹配 代表这文P2P P2P前面的所有文件名 然后放在一个数读里边 那么看一下 能不能找到这个目录下的 所有的后缀名点P2P的文件 放到数读里呢 看一下 是不是全找到了 所有后缀名点P2P是不是都可以了 那我也想把P2P文件便利出来 我只需要怎么办 用一个4H便利就可以了 比如说4H便利什么呢 便利GROB 里边的 当前部下 PHP买I的命下边的 有个叫什么 新点P2P的文件 是不是 作为每一个的文件名 对吧 然后我输出每一个的文件名 换一下行 B2 你看 就可以把所有的文件名 都变得出来 看到了吗 是不是这下边所有点P2P的 对不对 当然了其他的匹配 将匹配的所有的都可以 知道吗 比如说我这里边 就是星 是不是所有的文件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所有文件都有了 包括公路 是不是都出来了 对吧 当然还可以先放在中间匹配 都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第一个 向大家介绍一个 非常简单 但是非常实用的 什么 对 GROB 对不对 但是我们大部分便利的话 还是不是使用这个函数 而有其他的方法 我们 打开 我们的 目录的操作 看一下 有这么几个系统函数 可以操作 什么呢 这块 改变目录 这块 读取目录 这块打开目录 锯表 重返目录的锯表 看到了吗 有这么几个孩子 还有关闭目录 对吧 最主要的 我们要先打开一个目录 锯表 然后才能操作目录 什么意思呢 打开的就是一个资源 就比如说 现在妹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操作 PSP埋的密目录 我们想看里边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得打开这个目录 对不对 那用完了之后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得把这目录给关上了 对不对 那假如不关会怎么样 你想象一下 你在操作系统里面打开几百个目录 操作完每个都不关 是不是特占有系统资源了 所以咱们用打开就是有关闭 听什么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边自己还是都非常的简单 第一步就是什么 打开目录资源 对吧 使用什么函数呢 就是这个open 第2里边只要传目录名 比如说当前部落下的PRP买开的你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目录资源 那反回来的当然了就是什么 这个目录的资源了 对不对 那用完之后中间是使用这个目录便利 对不对 用完之后 咱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关闭这个资源 对吧 不然的话这个目录一直在这开着 对不对 这样系统资源 当然了咱关闭操系统的时候 目录是也自动关了 你交给运行之后也自动关了 对不对 但是咱们如果后边地规的去处理 所有的东西 那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东西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关闭目录很简单 也是一个孩子就可以得到 close 里边只要传什么 这个目录资源就行了 对不对 那有打开有关闭 那便利中间不就是读的事吗 嗯 是不是从里边读内容 对吧 那读内容我们怎么读 对吧 用什么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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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传上这个文件资源 当读到最后一个读完了 再读的话就等会讲了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头两个文件是什么 头两个文件是什么 刷新一下 看到了吗 大家眼神做好的话可以贴着屏幕去看 对吧 点和点点 每个目录下都有这两个文件 点代表当前目录 点点代表什么 上一集目录 咱们在处理目录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两个给排出去 为什么 比如说你做如果做删除目录的话 如果不把点点排出去 那点点是往上一集目录走了 明明是删除这个目录的话 他往上一集走 有可能把你操作系统的所有文件都删除掉 好多程序员开始学习的时候都放过这个问题 没有处理到点和点点 结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对吧 所以他处理一定要处理这个 那怎么处理 第一种方法就是什么 他第一个读的一定是点 第二读的一定是点点 所以读过去之后 怎么呢 我们再去输出其他的问题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当然就有一个访问一下 一种是全读过去之后 这样 我先读它两次 对吧 然后再读其他文件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 用什么 外部循环在这里边 文件名看到了吧 等于 R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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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从资源里边读文件 什么时候的循环停止 读到最后一文件再往下读 没有了 是不是反归甲 反归甲的时候怎么办 是不是我们这话 就开始循环就出事情了 在这里边一定要处理这什么呢 我先把所有文件都读出来 看一下 好吧 你看 输出文件名 换一下行 看一下 看到了吗 所有的是不是点个点的都读到了 对不对 那我想排除这个点点怎么办呢 那这话就判断一下 两种方法 要不先读过去对不对 要判断 我觉得判断点方法比较好 文件名 如果不等于点 对 或者文件名 怎么的 不等于点点 这个情况下 我再从这里边读 是不是就可以了 有点个点点不等于我再读了吧 你看 文件名 是不是这 是不是这样就读过去了 就并且啊 这两个条件 不等于这两个的时候去掉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是去掉 不要 不要操作点和点点 这点很重要 真的吗 然后我们在这里判断 在这个文件你看下边 你看 是不是除了文件还有目录啊 是 我们想知道哪些是文件哪些是目录 怎么办呢 哪些是文件哪些是目录啊 判断 对判断也行 前面学过吧 对 如果 A子 下方线DR 这个 刀断文件名 看到了吧 如果它是目录 那我就这块输出一下 好吗 目录 谁呀 刀断 vile name 再换个号 这样可不可以呀 可以吧 否则的话 输出 文件这个 那 我说这个 现在 感觉是没问题的 对吧 但是我说它现在不好是 读出来的都是文件 来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 看一下啊 是不是都是文件 像明明DOC和这个 都是目录对不对 但是呢 它也是什么 它也是文件 为什么 常语写错了吗 肯定有问题啊 没问题的话 可以应该是目录是目录 文件是文件呢 啊 啊 为什么是这样的啊 啊 原因是这样的 你看啊 我们现在的程序位置在哪 是不是test点peer team 对吧 我们操作这个目录 是不是当前目录下可以的 但是我们统计这个文件是目录 是这个目录下边的这些文件 嗯 看到了吗 而我们直接在这个文件里边去找这个文件里边 哪个文件是文件是目录 是不是找不到啊 所以前面必须得把什么 必须得把这个什么 对 目录给连接上 比如说我重新写一下 $ file name 如果等于 当前目录下的什么 peer p my item 加上这个目录名 下边的 谁啊 文件名 你看 这样的话我再判断 是不是从泰特点peer p 判断这个目录下的某个文件是文件是目录啊 嗯 这才能找到正确的位置 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 运行这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这就是把所有的文件都怎么的便利出来了 你看有文件有没有目录 有 对吧 这才可以 你看这下怎么文件目录是不是才出来了 一定要注意路径的问题 对吧 一定要注意什么 路径 对不对 要找对才可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没有 那便利完之后 比如说我再便利一次 我想便利两次 中间 输出一个 try 做一个分隔 对吧 那看一下 我能不能再便利一次呢 可以吗 只便利了一次 为什么 因为瑞的 dr 读到了文件结尾 再读就是假 所以下一次 这次循环是怎么的 根本没有执行到 听懂吧 如果想要下期完再执行的话 我们要返回这指针再回到第一个文件 才能再读 听懂吧 对吧 所以这里边我们还需要学一个函数 谁啊 倒回去的函数 这个函数 看到了吗 对吧 这个才可以 来我们在这画 倒回去的函数 里边只要传文件资源 是不是又回到指针又回到文件资源了 又能开始重新便利 专心一下 看 是不是中间分割 下次又可以便利一件文件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便利文件需要掌握的 什么 需要掌握的 对 这些知识点 几个函数啊 open dr 一个吧 对吧 还有瑞的 open dr 还有瑞的dr 对不对 然后还有 返回指针的函数 还有 关闭的函数 对不对 当然了 我们可以可不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函数 可以 对不对 那具体怎么写函数 咱们下课再继续介绍 对吧 这节课咱们就主要是便利文件夹下边的内容 对不对 记录这几个函数就可以了 除了这几个函数我们这里边提供还是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改变的根目录 对不对 对吧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然后或者是像这个是一个类 类里边跟刚才操作也都有读写存法有关闭 对不对 可以像那样对象一样去写 当然用这个的人不多 听懂吧 你可以创建一个类的对象 然后保安这里方法读写跟刚才过程是一样的 听懂吧 这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一个函数 但是重点的函数 就是咱们现在用的函数 对吧 当然一共函数之中 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好吧 好 那 还有没有其他函数呢 那这几个问题先不用介绍了 那这几个咱们就要这样到这里 那具体的细节 大家可以根据我的实验自己做一遍 好吧 不算太难 就非常简单 有点过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我自己会在这段时间 会变得很开心 好